孤子 哎 小丁 小丁两个想会服务别人的人嘛 我看他呀 在家里头啥子事情都没得做过 他到这儿就是想学我一道口声语 那你小弟为啥子他要跟你学吗 没啥子 我两个小弟为啥子 他对啥子事情都不关心 就是要学这道语 那是为啥子 为啥子 我讲你也是那么讲 他堵这一头的事情 你问那么清楚这啥子 我连来他丢了雷个工作 想密布一下 师父 你说 他是不是因为别人想吃语 所以才想学的 你那么说我倒是想起 那他好像是讲过 那个爱吃我这道鱼 这儿 还记不得清楚 行了 谢谢师父 那我先走了 师父 你们家点账今天在呗 点账 点账在打听 谢谢师父 您 哥给您说个事啊 以后啊 还是别说四川话啊 钟 这主要是上次我们也有责任 让他分神 所以害得他丢了工作 我这心里啊 一直就过意不去 所以就想来问问您 能不能让他回来啊 您啊 也别为难我了 我上次该说的话 我都说出去了 现在再找他回来 那以后其他人我还怎么管 您说呢 是 不好意思啊 还有点事 失陪 我记得我上次写 江州美食地图的时候 就对这家店印象深刻 这个地段不是最优秀的 也不靠网红装修抓人眼球 但就是味道一拳 服务态度也好 我当时就想着店长是谁啊 怎么这么有能力 果然 现在办得越来越好了 我很欣慰 这美食地图是您写的 不是说丁野的采访 已经步入正轨了吗 怎么现在还是拿不出来东西啊 这个丁野这个人 他确实比较难接触 之前很多人也尝试采访 但都失败了 所以 也不能完全怪英子 拿不出来就放弃 我等了这么久 你是让所有人 都陪你去追星吗 对不起 总监 这是你的续期申请 拿回去吧 我们公司不白养 没有产出的人 贺总 贺总 您误会了 谁说黄英子没有产出啊 相亲中介这个选题啊 内部反馈非常好 这都是因为初期 搜集的资料做得非常到位 而做采缝跟收集工作的 就是黄英子 抱歉啊 总监 没跟你打招呼 我是私下托英子帮忙的 你是项目组组长 你有权决定自己的人手 所以 英子 有没有兴趣 正式加入我们的选题小组 婚恋中介的素材已经够了 接下来 就要接触那些相亲对象 我已经是个妈妈了 所以这些事情 还要靠你们年轻人 我愿意 丁爷 那天的事对不起 昨天我又去了那家餐厅 我说服了店长 他答应可以让你回餐厅 继续工作 如果你看到这条短信 请给我回复 丁爷啊 我都好几天没见到他了 他之前每天都来我 这里逛逛的 谢谢啊 丁爷这小子 好几天都没看到他人 可能啊 是书怕了 将近 阿姨 您见到过上次 在这念诗的那个人吗 没有啊 怎么 今天你们又有节目啊 还是念诗啊 不念诗了 不念诗了 那就好 那就好 这次不念了 喂 姑娘 一旋人体事上要找的人 有消息了 我马上过去 他本人我是没见着 不过有客人说见到他了 说他在这附近送外卖 租的房子也在这附近 租的房子 您 您 您能给我写个地址吗 行 马上给你写啊 好好 谢谢啊 姜依 来边的事有下落了 这个房子租给他快三年了 大前天突然就搬走了 虽然人是埋他了一点 但是还算靠谱 房租总是拖 但是也没有欠着不给 您知道他搬去哪儿了吗 他什么也没说 我连他手机号都不知道 他每次给租金 都是给我的陷阱 你说 这都什么年代 还有他这样的人 活得比十年前似的 你们不会是警察吧 他是不是犯了什么事啊 没有 没有 大姐 我们是他的朋友 这些东西都是他留的吗 这我拿这套啊 也不是我的 那个 要不您再确认一下 是这个人吗 不用确认 肯定是他 这个薯片是依菲最爱吃的 光源 杨梅快没了 让阿姨进货 知道了 快 你买什么了 这么多 易飞的薯片 明语的巧克力 庄园的萨奇马 老关的饼干 还有你的苏打饼干 我的嘞 我又不知道你爱吃什么 庄园 你跟他说我爱吃什么 你最爱吃 你爱吃什么 行了行了 你也别说话了 我对我们的友情 实在是太失望了 简直就是塑料友情 我都记得你们每个人爱吃什么 你们都不记得我 喂 这是谁干的好事啊 是谁刚才说的 我对我们的友谊 简直是太失望了 我们简直是塑料友谊 你 好了啦 一仔 银子姐请客啊 问你个问题 你说 你为什么要跟任开机 换座位啊 那你最近为什么 还老躲着我啊 我先问你 我就是想离黑板得近的 我势力不好 真的 对啊 我插着都配眼镜去了 没有别的原因了 那还能有什么原因呢 该你了 我 我因为 要高考了 全民学习 你这理由比我那也还不可惜 是吧 没有什么 太傻了 不要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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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餐 走了 这么快就到了啊 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你送我一路啊 那可是慢风啊 你们 那话就是啊 别在这儿拉拉扯扯的 旁边哪里是谁啊 你怎么看那不好 那不是那二长 车间的父母问吗 我爸还跟他认识 还带我去过他家呢 这男的是不是结婚 有老婆了 这 这家啊 他老婆还挺凶的 当我面骂过他呢 原来是真的 现在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们要不要告诉一菲啊 那你都不让这事 我怎么说啊 这才几天啊 他老婆呢 这人真是 还吃呢 你怎么办 你怎么来了 阿姨好 名字好 我今天下班早 过来看看你 阿姨 依菲特别地可谱 我没有偷懒 我知道 李菲 你把你刚才那段 再跳一遍给我看看呗 好 你怎么着呢 我只是预复 你怎么着呢 你怎么着呢 他就在这边 你怎么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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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啦 我没事 我就是太激动了 我觉得我闺女跳得真棒 以后啊 你肯定能竞争了巴黎舞团 妈 你以前不都说我一伙儿 这儿跳得不对 那她就不好 你 你 你今天怎么还突然夸起我来了 那还不是对你要求高啊 我妈从心里边觉得你比我 比你爸都强 以后我不想让你像我们俩一样的出息 这是什么 你打开看看 舞蹈鞋 喜欢吗 嗯 妮菲你好好跳 别放弃啊 不管生活是什么样 舞蹈总是能带来希望的 妈 我没说我要放弃 说的就是啊 你再练会儿吧 我先回去做饭了 我先回去做饭了 林子 你帮阿姨好好照顾义菲 走了 妈 你明天还会来的 对吧 我先学了一支舞 想跳给你看 好 拜拜 外婆 我们回来了 外婆 吗 我来说 有些人 哎 小你 叶飞 没准过两天阿姨就回来了 她今天不是还答应你 要看你跳舞吗 没准今天晚上她就会给你打电话了呢 她走了就不会回来了 其实 我一直没敢告诉你 我之前看到万芳阿姨跟一个人 我知道 你知道 林子 你说我到底都做什么了 为什么他们所有人都要离开我 一飞 放心 我不会离开你的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不哭啊 不哭啊 不哭 不哭一飞 不哭 你干吗 你妈偷钱 你妈偷我男人 你们都会打人 干吗打人 你妈偷我男人 干什么 说 你妈在哪 我去打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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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等着警察帮我找出那个婊子 告诉你 千万别让我找到她 是她 走 打完人 我们就想走是吧 这不是想跟你一起打 没事吧 没事吧 我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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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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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没有白费 我肯定能够找到蓝宾的 可你有没有想过 就算你能找到蓝宾 可依妃要是不想见她了 我为什么觉得你特别奇怪 你好像一直不想让我找到蓝宾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是说 有没有可能 易飞还得记得她呢 而且人家现在也有了自己的生活 肯定不希望咱们去打扰她 你就直说吧 你不想继续找了是吧 我只是希望你能好好考虑考虑 我考虑什么呀 易飞找她这么多年了 找到蓝宾是她唯一的心愿 现在我跟蓝宾就在一个城市 我不应该去找吗 没关系 如果你不想找她的话 我自己找也可以的 有没有可能易飞还得记得她呢 而且人家现在也有了自己的生活 肯定不希望咱们去打扰她 不想找她 英子 最近还好吗 你和蒋亿 名语庄园 你们都在一个城市 应该可以经常见面吧 真羡慕你们 我现在每天在这里拍练演出 都过得很充实 热利的人很好 虽然我可能有一点语言不通 有时候会有点无聊吧 早知道那时候上学 我就应该多花点时间 好好学英语的 银子 我了解你 肯定还在帮我找我爸的下落 我真的很感谢 但是 我想如果爸还想见到我的话 他自然会想办法找我 他现在不联系我们 也许他有他的苦衷吧 银子 我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 很多的执念 都会随着时间变单的 并不是因为太不重要了 而是我们懂得更多了 想你了 向大家 期待就见到你们的那一天 与飞 我也想你了 到底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也许只要是你相信的 就是真的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 写了一句名人名言 莎士比亚曾说过 一个领袖最大的特质 就是不想当领袖 这句话其实是我虚构的 我不知道莎士比亚 有没有说过这句话 但是我后来至少在三篇文章里 看到有人引用了这句话 那是不是可以认为 对这几篇文章的作者来说 莎士比亚真的说过这句话 去吃饭啊 在这儿带着饭饿去 出去透透气 不打不打 今天没状态 别让我再打一会呗 不要 不打 我跟你打 春远 你怎么来的 来啊 再来啊 再来啊 岳童 岳童 你怎么了 我怀孕了呀 方经理不是很清楚吗 发生什么事了 该说的邓豪都已经跟我说过了 公司的方案我已经都同意了 方经理是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什么方案 邓豪跟你说什么了 你还有必要这样吗 邓豪不就是你们部门的人吗 他刚刚通知我 让我尽快完成交接离开公司 我什么都没跟邓豪说 我不知道这件事 我现在终于明白你说的了 这件事 也可能是坏人 行啊你啊 平时叫你打球出来 一打球就下个死手了 上次打球还是在航天城 我知道 就是你上次参加婚礼那次啊 我记得你们六人组出一个男生 也在江州啊 下次打球叫上他们 我们一起 把那个黄英子 方小姐都叫上 回头 我请他们去食堂吃个饭 天灵 我以前觉得除了他们 我不可能再叫到新的朋友了 知道我遇到了吗 你咋突然这么肉麻呀 我就请客吃个食堂不至于啊 我一直拿你当朋友 我觉得当我们之间的友情 比什么东西都重要 你们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吗 好 那我来说 我宁愿这个机会 是我让给你的 庄远 其实我一直想找个机会 跟你解释一下 你不用解释 因为我已经不在乎 不是 庄远 天灵 你知道最让我难过的是什么吗 是这所大学有两难多人 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但是现在 也让这朋友也是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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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胖 你给我约的乡亲队 像是在今天吗 是啊 我反正您的要求 谁选出了一位红先生 他会跟你一起看电影的 这电影现在马上开场了 他人呢 我联系他也联系不到 他还没来吗 没来 好好好 那我赶紧问一下啊 行 谢谢啊 冰野 那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来看电影 你在干吗 我也是 来看电影 那么巧 是啊 我之前给你发的信息 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吧 那个 口水鱼饭店的老板 我联系上了 跟他谈妥了 他同意你回去继续工作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还想让我继续采访 不不不 这跟采访没关系 因为上次毕竟是我 还有我朋友 让你丢了工作 我们想向你道歉 约了人 约了人 什么人 相亲的人 不是不是不是 别误会 不是不是不是 是因为我工作 要做一个相亲主题的采访 所以我就约了一个相亲的人 所以我就约了一个相亲的人 不采访我了 那么快就转换目标 为什么选在电影院 中介介绍的 说哥我介绍了个大学老师姓洪 爱运动爱看电影 那反正我也喜欢看电影 就干脆一起看呗 你电影快开场了 你那个洪老师还来不来 到现在都没来 估计放我鸽子了吧 人不来电影还看吗 看呗 一起吗 好 您好 您这是喜欢的 耳机里响起那一首歌 你和我同时哼起一个段落 阳光正明媚着 如被风翻页了 正好与你的生命重叠在这一刻 时间是开向那里 的历程 我猜到开始 却猜不到以后 故事里闯着你 能不能也有我 为什么我们会走失了下落 多少年过去了 许多场景我还记得 想平行 在另外时空 邓豪不就是你们父母那样吗 他刚刚通知我 让我尽快完成交界离开公司 也有了各自轨道里 小宇宙的星室 我最讨厌看电影 不看完字幕就走的人 有了一天 不会忘了会丢了那无忧无虑的日子 真冷啊 我还以为你不喜欢看爱情电影呢 没想到你刚才看的挺投入的 我喜欢看爱情电影了 但爱情并不是吸引我的部分 爱情太可怕了 爱情有什么可怕的 爱情来了坦然接受呗 希望当你的爱情到来的时候 你也能像自己说得那么坦然 走了 丁也 你不会又失踪了吧 你已经不采访我了 还要找我干吗 我想着咱俩毕竟认识异常 就算不采访了 我也不想最后闹得很不愉快 还有就是 上次我那个朋友 他一直想联系你 跟你谈谈迷宫版权的事情 那个人对你很重要 很重要 行 那你安排我跟他们见面吗 谢谢啊 那我有一个条件 你也必须再撑 没问题 没问题 我去 看看吧 不 丁也 那我 那我下次还你啊 喂 洪老师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给你打电话你一直关机 人家姑娘都到了 你怎么能放人家鸽子呢 不好意思啊我刚才有点帅 那你下次还约不约啊 不用约了 那洪老师我敢提前跟你说好啊 你在公司交纳的那些钱 可是退不了啊 钱你留着吧 我还给你带礼物咯 这礼物 可是我精心挑选的 看看 看看喜不喜欢 怎么了 是 谁惹你不高兴了 岳同的事 是你透露给公司的对吧 是 是啊 我就 陈述个事实 你的陈述事实 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知道吗 我这都是为你好 你想想 这事要是公司其他人知道了 你是有失职的责任哪 这是我自己的事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啊 我不允许你犯这种低级错误 说到底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 我和你之间 有必要区分那么开吗 好了好了不申请 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 不就是为了让我留在公司 帮你坐上副总的位置吗 好 方蜜语 为了个月童 你不吃意吧 需要的时候就用 不要了就扔 月童 我发小 包括我自己 对你来说不一样吗 过分了啊 有必要把话说得那么重吗 不愿意听可以走 我就当你是说气怀意识冲动 你自己好好冷静一下 你自己好好冷静一下 不是 做得你 有没办法三洋 我都没办法三洋 你更好地想了 如果你要想找 明天其实 张依依 谢谢你 那天是我不对 不应该跟你吵架 对不起啊 你怎么不说话 就是挺后悔 现在没打开录音的 认识你二十四年 从来没听你道醒过 是啊 黄天诚的黄英子成长了 长大了 一飞给我发邮件了 他说不让我再去找蓝叔叔了 他可能真的想看了吧 是 可能大家都长大了吧 您好 您拥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您拥打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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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你要是真的想找 也没关系 我其实可以陪着您的 不过你最近可能没空了 为什么 我今天看到丁也了 莫名其妙地跟他看了一场电影 然后跟他说了你游戏版权的事情 他答应了 就你俩看电影啊 不是 还有保佳阿姨 你约的他 巧遇 怎么这么巧 蒋亦 你不是吃醋了吧 想的没 行吧 那你看一下时间 定好了以后 我要带他来见你 来 来 那个终于给我打电话了 我先问问他想干吗 我 喂 怎么了这么晚给我打电话 没什么事 不可能 您肯定有事 说吧 真没事 我就突然间想吃 你上次带我吃的那家餐厅了 你要想吃的话 现在咱们去呗 今天太晚了 下次呗 行 那你什么想去的话就跟我说 好 拜拜 吧 没有 有什么意味 做完 什么意味 得到 别太多了 有什么意味 就是 셔야 什么事你说吧 公司里有别的人知道你怀孕 还查到你入职之前 去妇产医院做检查的记录 但这些不是我跟公司举报的 你就没跟任何人说过吗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怀孕并不是你的错 从法律层面上来讲 公司没有权利因为你怀孕 就把你解雇 就算真走到纠纷那一步 你也可以走法律程序 我发现 我真的很难理解你 你到底转三点一个立场 希望能帮到你 你帮不到我 是 你说得没错 公司确实不能因为我怀孕 就把我解雇 但公司有太多办法 让我待不下去了 这就是职场的规则 我对抗不了 你也一样 康宇 人心难测 你自己小心吧 你自己小心 你弄把你抗掉 我怕你 你又会想 我看你 你怎么去 麻烦了 你 然后我已经 我想要 你怎么看 要是 你怎么办 你要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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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介绍你们双方认识 具体的你们来对接就行 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和我的代理人谈 代理人 把版权卖给你们的先决条件 就是我要聘请黄小姐 做我的代理人 我 我 我不行 我当不了代理人 丁先生 您是对合同的条款有什么疑虑吗 可以等您的律师看过之后 整件事情都是因你而起 难道你让我一个人去对付它吗 你要不先喝点水 你要身体不舒服 要不然改天再聊也行 这儿不舒服啊 别大惊小怪了 继续聊 那我们来聊一下 游戏的改变思路 蒋一 你来说 我觉得迷宫最核心的创业点 是在于平行世界会互相交汇 主角从A世界到B世界 不会有联动的影响 这一点是迷宫非常厉害的创业 可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当年在创造迷宫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再或者说 他的主题是什么呢 不知道 丁先生 是这样的 在游戏的改变过程中 我们需要知道这本小说 你觉得呢 你帮我总结一下 那我来总结一下吧 我觉得迷宫讲的是 不同的平行世界 是不同的人生 你不能因为躲到另外一个世界里 就觉得好像能把自身的麻烦 全部都解决掉 因为所有的世界都是互相相关的 牵一发而动全身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释 你是否还满意 对于我来说 作为一个作家 能有一个读者 比我自己还要了解我自己的作品 这就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作品算作品 游戏嘛 你们做得肤浅一点也行 先别说游戏浮不浮浅了 你能不能别那么浮浅啊 蒋义 反正就交给你们了 你们随便改 有什么事 跟他聊 丁羽 你又去哪儿啊 我再去跟他聊一聊 没事的啊